只要有巧思妙想 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 甚至是日常用品 也能化身独特的艺术品 是 本地具有不少艺术家 格外擅长从特殊材料挖掘灵感 打造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独特作品 今天开播的新系列《意料之外》 记者王峥就要带您去看本地艺术家 如何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变得不寻常 明丽的色彩 清晰的线条 特别的质感 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 乍看之下好像一幅幅画作 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 它们其实是用最普通的日用品 例如擦桌子的抹布 洗碗碟的海绵 和托把上的布条等 打造出来的别致作品 而将这一切日常化为非常的 就是本地艺术家廖伟丽 刚开始是因为三年前刚办进这新家 和我另外一半一起开始建立一个家 所以我就开始很注意生活上用的和剩下的东西 我就在我的家附近走一走 然后就看到这些店都卖这些桌布 抹地的拖把这些东西 它们的颜色 它们的纹理 然后就很吸引到我 然后我就把它们买回来家 我就看到我日常用的这些东西 我跟它们有关系 突然间就想 因为我可以用我 有relationship with these things to in my mind 它们都有自己的用途 然后我就觉得 我用它们做艺术的话 就有那个互动 跟它们用途的互动 韦丽至今尝试过 将近一百种日常物品 其中也包括瓜子壳 咖啡渣 甚至从包装袋上撕下的塑料条等废料 但它最爱探索的还是邻里杂货店的日用品 它们种类繁多 色彩形状各异 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而它的作品虽看似简单 创作过程却并不容易 它坦言 这个过程让它成长了 对自己有了更好的了解 有时候我就会很心急 想要快点做完一个作品 可是我找不到一个配合到这个材料的另外一个材料 如果我心急的话我就会change it 我就会把它set aside 可是如果我有耐心的话 我就会一定会找到一个配合它的 就是说如果你用心去做 就会带来很多歧视和见解 而如此贴近生活的作品 也拉近了伟丽和公众的距离 展览会的时候 我就遇到这个阿姨 然后她就看到我的画的时候 她就 啊 我知道这个 她看到那个材料 然后她认识这个材料 那时候那个画我是用防滑电池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也是有用这个防滑的电池 然后她就告诉我她怎样在她的家里用 她也是用什么颜色 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很特别 用这些日常生活用品 能够拉近我和别人的关系 更了解别人 生活在现代都市 数码器材随处可见 我们使用智能产品 可能比我们使用抹布或海绵 这样的日常用品更加频繁 那当大家从监控摄像头前走过 或是使用某个网站 或是下载应用程序 而直接点击同意 他们所设下的条件和条款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多想一下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数据监控和数码隐私 就是010这一系列 艺术品的探讨主题 曾经修读法律的它 虽然转行从事艺术创作 但依旧对法律相关课题 格外有兴趣 也希望通过以电眼和隐私条款 创作的艺术品 来引发公众思考 监控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 如果你走出好像MRT 你有看过很多电眼对吗 但是你也是不注意 自己在里面 自己会被录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可以放电视 放进那个电眼的话 会不会启发别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 我现在被录 会不会带到关注 而在所有展品中 最受公众关注的是这个 看似一套精装法典的作品 它其实是印刷版的 我国个人资料保护法定 以及不同领域 常用网站和应用程序的 隐私条款 我全部的电话的apps 我一个一个去找 那个privacy policy去download 我要看多好 像那些social media 可能要读一个半钟头 那么长 还是只是在读 不是在读来明白 所以觉得你真正地去 坐下来读来明白的时候 可能会更长 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 法律的字 我们能明白吗 连我做一个法律的学生 也是很难去明白 伊林说 她研究过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如果某个机构的监控摄像头 拍摄到个人的画面 只要视频不涉及其他人的隐私 其实我们就有权要求 获取相关录影 她因此希望 以此来创作艺术品 用实验性的方式 从深层次探讨 我们日常给出的个人资料 究竟是否还能拿回 我去试一下 所以我去有些大厦 还有有些工厂 我就看到一个 可能一个色眼 然后我就站在那里 我就停 然后看一下 后面有没有人 没有人的话 我就录那个时间 我就写一个邮件给他们 所以我可以拿背景吗 但是我有问 可能是8到11个大厦 只有一个地方有邮件给我 跟我讲 因为是隐私问题 所以不能给我 然后我就把这个邮件 放进一间工作 伊林海说 随着我国不断朝向 智慧国的愿景迈进 数据监控和数码隐私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 会越来越强 由此引发的讨论 也会越来越多 她计划进一步探索这个主题 通过新的艺术创作 来激发公众的好奇和思考 今天是程总约 就不到这 欢迎你浏览八十届新闻网 以及新闻生呼吸 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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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